浙江物产丰饶,山芝海味应有尽有,数千年来一直有美食的传统,记忆高超的名厨,懂吃会吃的美食家,形成了独具文化魅力的浙菜风味。 今天收看左边中国实际系列片,实在八方第五集,浙菜。 每天为制作名菜西湖醋鱼,杭州楼外楼的厨师都会到西湖边来挑选合适的鱼。 最传统的西湖醋鱼必须是草鱼,在西湖靠近孤山一侧的网乡里,已经饿养了三天。 饿养这套必不可少的程序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草鱼经过饿养,驱除了泥腥气,肉也变得紧实。 最合适的鱼长不过尺,重量不超过一斤半,只有符合这些苛刻条件的鱼才能制作西湖醋鱼。 这菜已制作精致讲究建厂,每年都会有许多全国各地的同行到浙江来研讨学习。 位列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这菜,究竟有何独特的魅力? 这挥好泼墨的手同时是一双拿菜刀的手,切一锦肉片只需要二十五秒,一锦肉丝也仅要一分钟。 这位不仅明朗浙江,在全国餐饮界也赫赫有名的名厨叫胡中英,一双手曾经烹调出无数美味佳肴。 这代表火,所以火音,我这笔划呢,从下面划上去。 这个字就是喷刺。 烹饪是一门古老的记忆,中国菜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烹饪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世界美式之林,拥有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2008年,胡中英以及浙江杭州餐饮界顶尖的烹饪大师们难得一见地一起出动,在大洋彼岸展开了一场为期十二天的盛宴。 那是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杭州市政府共同在联合国举办的中国美食节。 联合国举办过无数次不同国家的美食节,但由浙菜代表中国美食在这个舞台上亮相,才是联合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第一次。 浙菜形成于一片特殊的风土。 在西湖边,有一家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的餐厅。 它的店名出自南宋诗人林生提林安邸当中的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 一边用餐,一边饱饭西湖美景,楼外楼每天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登门。 游客们慕名而来,都是为了这道叫做西湖醋鱼的名菜。 西湖醋鱼,原来叫醋溜鱼,相传来源自南宋时宋五嫂的鱼菜。 在梁石秋先生的《雅舍坛汁》里就有记载。 西湖醋鱼还是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款待外宾时地上的一道大菜。 长盛不衰的名菜西湖醋鱼,究竟有什么制作上的秘密? 西湖醋鱼最早是用鱼块来做的,后来改成全鱼,所以刀工尤为关键。 鱼的处理一定是七刀。 西湖醋鱼之所以如此讲求这七刀,是因为它的烹制方法极为简单。 沸水下锅,水煮三分钟左右集成。 这种方法叫做窜,这么短的时间要把鱼窜熟,关键就在于刀工的处理。 鱼在水中窜的时候,火候的把握要相当精确。 断生即好,早一分晚一分都不行,在判断的时候全凭厨师的经验。 在楼外楼,西湖醋鱼有专门的厨师负责烹制,只有少数几位经验丰富的厨师具有这种资格。 很难想象,整个西湖醋鱼的烹制过程中,竟然不用油、盐以及味精,而吃起来咸中有味,淡中鲜。 滋味就在于这只用黄酒、米醋、酱油、白砂糖和淀粉调出的酱汁里。 浙江菜的精致不仅在于西湖醋鱼和龙井虾仁这样的经典名菜, 即使是一盘手剥笋里,也有不显山不露水的讲究。 然后这个就是手剥笋,这个如果不用手剥的话呢,你用刀去切,尤其是金属的刀,它太过锋利,然后呢,它切下来这个洁面呢, 你一刀下去,它里面的汁液马上去来补充这个,然后把这个洁面封住,封住以后你就入不了味了。 沈洪飞,专栏作家,曾在多份知名的报刊杂志开设美食专栏,著有写食主义、石像报告等多本美食评论, 被誉为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美食评论家。 一位追求饮食情趣的人,吃到好的食物会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 清明前后,正是品尝春笋的最佳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沈洪飞都会前往杭州。 这个江南这一代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 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 孔子说,不食不食,这菜非常讲究到了合适的时候吃适合的食物。 食在当季,食在当地,竹笋是浙江的一大特产。 清明时节的春笋,夏秋时节的鞭笋,十月以后的冬笋,一年四季不乏笋味,笋也就成为饮食烹调中的一个重要原料。 这菜里笋的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水煮两个小时,山泉水冲洗一天一夜,再晾晒。 这种制作笋干的方法,因为繁琐,已经很少人在做。 周启春和老伴黄志全是为数不多还在用浙江传统方法制作笋干的人。 在笋干制作的最后一个关键过程,黄志全必须一直守在火堆旁边,不厌其烦地翻动每一块竹笋。 然后造成这样。 那您这个变成这样要多少时间? 要收五个小时。 15个小时。 慢慢哼要收五个小时。 要二十斤这个毛笋,够了一次来烧菜一斤分。 二十斤剥掉了,是进了十斤。 十斤这一斤,十比一,二十比十。 二十斤的新鲜笋,十斤这个价。 十斤,不可能是十斤。 这晒干是成一斤。 晒干就成一斤这样。 是,是,是,是。 这个比例。 肯定很好吃。 肯定好吃。 浙江名菜数不胜数。 是什么造就了浙菜的丰富多菜? 请继续收看浙菜。 杭州的晋江市场,是烹饪原材料最齐全的地方。 要做地道的浙江菜,所需要的食材,这里应有尽力。 浙江是鱼米之乡。 吃鱼首先讲究新鲜。 新鲜没有新鲜的? 新鲜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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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都是呢,应该是我们周三。 带鱼。 带鱼。 鲜鱼。 黄鱼。 就是我们这三个进去鱼类,是我们周三的。 这是最有名的。 原料的采购,食材的选择,在浙菜里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浙菜厨师的宝典随原食丹中所说。 一桌菜肴,私处之功,居其六。 买饭之功,居其四。 浙江产一种名为精华两头屋的猪。 皮薄,肥瘦的比例恰到好处。 浙江名菜东坡肉和梅干菜扣肉,不用这种猪肉,做不出味道。 现在五花肉。 五花肉。 肥瘦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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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名菜数不胜数,大食人苏东坡不仅给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留下了著名的苏迪,还给杭州留下了一道传承近千年的美食,东坡肉。 而身为浙江人的金庸,在筷智人口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提到,由黄荣巧手烹制,令红旗空垂涎三尺的叫花鸡,也是浙江一带流传已久的传统名菜。 与风景秀丽的西湖相隔一张,杭州菜典雅精致,但无论是送扫鱼羹,还是南方人多不爱吃的羊肉,杭州人的口味里有一种与传统蔗菜有别的风味。 我基本上看某一个地方的菜,我先研究它的方言,就是说它的方言是受哪些影响,基本上菜也受哪些影响,这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八九不离十。 在浙江,杭州被称为语言的孤岛,杭州话与浙江其他地方的话均不相同。 有一种杭州人爱吃的汤面,将笋片与肉片穿过之后浇在面上,本名为皮尔村,但是杭州人称之为皮尔川,语言中带有明显的北方影响。 杭州的话在浙江,它虽然说是叫浙江官话,但是你看杭州到宁波就那么近的地方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是他们是互相的话听不太懂。 反而上海人听您摸话没有问题。 八百多年前,南宋监督杭州,把北方的烹饪文化带到了浙江,是浙江烹饪发展史上最难能可贵的一次因缘忌讳。 浙江得以将本地丰饶的物产和汇聚南北所藏的高超烹饪技艺结合,是为南料北烹。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浙江自成一格,用的调料极少,目的是为了不喧宾博主,突出食材本身的原味。 这是一道宁波名牌雪菜大发黄鱼。 宁波靠海,黄鱼是主要的海鲜,肉质鲜美。 雪菜及雪丽红咸菜,宁波人家家家必备,将葱姜与鱼同间,再与雪菜同煮。 此菜汤汁乳白,极为鲜美,口味上咸鲜合一,也是充分体现了浙江特色的经典菜式。 这菜的菜品形态讲究精巧细腻,这种风格特色同样始于南宋。 这在一道温州名菜三片敲虾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将新鲜的虾裹以电粉,用小木锤轻轻敲击成薄片。 温州靠近福建,受敏菜影响较大,裹汤菜。 这道三片敲虾制作方法则明显看得出福建肉燕的颜色,只不过更精致一些。 手势要均匀一点,不要太重。 摘好以后,能够保持虾肉的鲜味,而且更加滑。 滑是淀粉起的作用,在水里一串以后,淀粉更加滑。 然后淀粉又能保住虾肉的鲜味在里面。 因为在水里穿的话,虾肉里面的鲜味可能要走掉。 在经过淀粉的保护以后,它既能保持鲜味,又能保持滑嫩。 所以这个虾片做成了,也是一个体现了我们这项菜的制作精细。 虾是制鲜之物。 而这道三片敲虾,如此不厌其烦,将虾敲成薄片。 再用高汤配以青菜,香菇,以及笋片,火腿片,煮出一锅好滋味。 足见蔗菜厨师,博采重肠,坚收并续,融会贯通的美食追求。 新鲜食材应有尽有的浙江。 这菜里为何多烟咸之物? 一道传承六百年的名菜如何制作? 请继续收看这菜。 这是祖籍绍兴的陆迅先生和周恩来总理都爱吃的一道菜。 梅干菜扣肉。 即使离开故乡,多年之后,他们仍旧忘不掉这种故乡的味道。 我们唐州,浙江原材料非常丰富。 今天就是腌的,这是酱鸭。 这一块都是腌制,腌的,咸的东西。 腌咸的,这是酱鸭。 因为酱鸭也是唐州的名菜。 一个是咸肉,又叫南肉。 这是非常有名的金黄火腿。 金黄火腿。 这是几年的火腿? 这是三年以上的。 三年。 因为火腿必须一年三年以上,它才能做生得非常确实,颜色很红,而且口味很香。 这是黄玉祥。 黄玉祥呢,我们整个浙江家来说都很喜欢吃。 浙江物产丰饶,新鲜食材应有尽有。 为什么这菜里却多烟咸之物呢? 鲁迅先生对于绍兴农家,为什么要将新鲜的蔬菜、鱼和笋都晒成干物,也曾多感兴趣。 其实所有腌制的东西,它当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鲜。 然后呢,时间长了,它变成一种风味。 已经挺好看。 现在是做这个响。 龙井草堂制作了一道绍兴冥菜,响扣鸡。 将响片和鸡肉一片夹杂一片,马放到碗中去蒸。 响是一个江浙以外地方的人不太用到的词,就是咸鱼的意思。 鸡是活鸡吗?鱼是咸鱼吗? 这个菜应该算是绍兴菜,但是呢,杭州萝卜绍兴种啊。 所以呢,就是杭州有很多的是绍兴的那个菜啊,在杭州人也很喜欢。 像我们的口味习惯,就是一种鲜的和咸的一种好味。 蒸好的响扣鸡,香气扑鼻。 蒸好的响扣鸡,香气扑鼻,香气扑鼻。 香气扑鼻就放出两样东西,就发出来。 这是在我看来,鸡为洋物,咸鱼为阴物,阴阳之河,合出来的。 那荤菜荤菜荤菜帮忙,相互作用之后,所以这口汤,吴老师为什么一下上来就是这个。 这菜也被称为最有文化气息的文人菜。 文人雅式的汇聚,使得江浙一带烹饪记忆的发展和烹调特色,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的趣味与追求。 自送以来,有关烹饭饮饮食的著作,多为江浙文士所转。 到了清代前龙年间,有一位著名的杭州才子,叫做圆梅。 他将四十年的美食实践,写成一部随缘实单,细腻地描摹了前龙年间浙江一带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 杭州龙井草堂的厨师朱尹峰,是一位熟读随缘实单的厨师。 今天要做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云林鹅,是一道有六百年历史的传统名菜。 朱尹峰的做法完全沿袭随缘实单的记载,不加任何感动。 你用了哪些调料? 我用了我们绍兴产的黄酒。 这个是黄酒。 这个很香。 很香。 这个是土豆产的蜂蜜。 除了料酒和蜂蜜以外,还需要什么? 还有花椒。 还有我们一般家庭常备的盐。 还有这个就是小葱。 用最少的调料来突出食物的原味,正是圆梅极为推崇的。 这个菜有什么想法? 这个菜最佳菜,只要用三把稻草。 因为你小葱,你把它味道。 只要用三把稻草? 对,就是三把稻草。 就是这样的稻草吗? 对,就是这样的稻草。 那把稻草是一分八两。 只要用三把这样的草,把鹅配熟? 对,整个时间要三个小时。 那这个稻草也不像能烧三个多小时。 因为它是一点点烧。 我们一把稻草完以后再加一点进去。 整个过程不能火太旺。 火太旺容易把汤水煮干。 那么它整个鹅的产品过程,它是焖的一个过程。 焖有个最大的好处。 它的营养和纤维度会比较少。 一道名菜传承几百年。 虽然只有看似简约的几味调料。 背后有着绝不简单的制作过程。 我们中国人把汉字里面把菜叫做菜窑。 其实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窑字。 也不想了解窑是什么意思。 其实窑字呢,它是从周易里面来的。 所以不能把简单的食材称之为菜窑。 饮食之所以是文化, 就在于超越了果物之外另有一番意义。 把食材变成菜窑。 所需要的就是高超的烹饪技巧。 从烹饪大师胡仲英的烹字, 到龙京草堂珍藏的石字。 殊途同归, 都是为了追求中华美食文化的发扬光大。 就是 constrained。 这种整理素子以不 就是 criar的威力。 我知道你需要。